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个人的力量再怎样又不利 我们尽力 但是慢慢力尽 没有力量 我们竭力 慢慢力竭 力量也没有 但是当然 刚刚提到说 是 我们可以来到神面前 当我们来跟神对其等候神 跟神紧密严谨的时候 我们就重新得力 而所得的力 不是我们的力量 是从上头来的力量 耶稣说 但圣灵将你在人的身上 能够得的能力 那个不是我们的力量 是上头来的力量 保罗说 靠着加给我力 那个力量的方式都能做 那个不是我们的力量 是加给我们 而那个加给我们的力量 不是我们的力量再加一点 而是另外从神 从基督 以及从圣灵来的力量 对我们来说 当我们年纪越来越大 我现在过了76岁 是我们的力量越来越少 但是当我们连结在另外一个 我们所信靠的神 耶稣 圣灵 那个力量使我们虽然年纪慢慢老 好像我们身体慢慢软弱 但是我们有一个力量 是我们可能四十年前 五十年前 或者我们在学校的时候 那个时候的力量 我们会看见说 有一个力量是超过那个力量 我们现在的力量超过那个时候的力量 不管我们六十岁 七十岁 八十岁 所以我想对我们来说 我们所希望 盼望 加的力量 不是我们的力量 是可以关于我们的身体 让我们的身体更强壮一点 但是我们所期待的是加那个力量 但是为什么要加力量 我想一个就是说 是为我们个人文朔力量 可能我们为我们的家庭 我们需要力量 为我们要在教会里面 我们需要力量 但是我最后在这里要提的是说 其实神给我们的使命 我们要力量 立上加力 不只是为我们个人 我们要立上加力 不是为我们的家庭 甚至也不只是为我们的教会 是为我们的国家 也为我们的力量 也为我们的力量 也为我们的打使命 也为我们的打使命 所以这个力量 我上面最后在这里活动 因为时间 所以我可能会请几位出来 我们做很短的时间 我们做黑暗干 所以我要讲的是集体的力量 而集体在神里面 那一个合一所带来的力量 那个不只是力量 那是一个权命 no unity no authority 权命的权命 那个是超过力量 交通指挥警察不是用力量来交通 是用权命来交通 但是权命从哪里来 从神那里来 权命从哪里来 从我们合一 当我们合一的时候 我们就看见那一个权命 所带来的力量 可以不只是让我们 为了我们的家庭 为了教会 让我们能够看见 我们为我们尝试 为我们的国家 我们可以得着那一个权命 因为耶稣说 天上 地上 手里的权命 不一定是我们 我们所需要的力量 不只是力量 我们所需要的力量 是一个权命 但是那个权命绝对 我们跟神的关系 还有我们彼此的关系 有关系 而我们期待的那个力量 不只是我们一代的力量 两代的力量 三代的力量 协议的协 这边